这是一把超酷的钳子 不管是柔软的香蕉还是坚硬的扳手 只要往里面一放 任何东西都能被它牢牢固定 一把钳子为什么能加住任意形状的物品呢 原来它的名字叫分形虎钳 顾名思义与普通的钳子相比 它多了一个极其巧妙的设计 即分形结构 现在聚焦一个形状然后放大 你会发现每一个单独的部分 其实都与整体相似 这便是分形 这个概念最早由本华曼德伯罗 于1975年提出 像我们熟知的科赫雪花曲线 和皮亚诺曲线就利用了分形 它们可以被无限放大 并且每个层次和细节都有自相似性 那这个万物夹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我们不妨把它拆解一下 在视频中你能看到 分形虎钳上有上下两片钳口 而每一个钳口都有四个层级组成 在每个层级下又有很多相似的扇形结构 它们就像从上面分出来的触手 这些触手相互连接并借助滑槽旋转 在转动的过程中 如果触手没有和弓箭完全接触 那它就会一直被推着动 又因为每个滑槽上都装着平头螺滴 所以也避免了乱转的情况出现 而等到触手和弓箭紧密接触后 分形虎钳上的压力便会被分配到每一个触手上 随之将弓箭加紧 分形虎钳由保林卡尔昆泽于1913年发明 虽然能自适应各种不规则的形状 但可能因为制造成本太高 实际上它并没有被广泛应用 不过有趣的是 一位加拿大的制造商在研究分形虎钳时 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把分形椅 它的原理与分形虎钳相同 坐上去后 座椅下方的扇形结构也会不断转动 直到和屁股完全贴合 接下来